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呢 先跟老師介紹一下這個OBS 您可以切換到簡報的第四頁 簡報的第四頁那裡 裡面呢我就 放了就是 我的一些應用 那當然我們剛才有稍微 一開始有稍微介紹一下 我有準備一個OBS的那個什麼 協作平台對不對 把所有教學的相關的 或者您可能會遇到的 相關的使用問題 我都把它整理在上面 那您可以看到像我在這邊 這裡 左上角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 我遠距的課程 直播的課程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 一次用14週 就是一個禮拜一節課 哇那個 剛開始還是蠻害怕的 因為在台東 其實平常如果我可以一天來回 比如說去金門 去這個高雄 去花蓮 我都可以一天來回 但是在台東沒辦法 沒辦法 只有遠距的 那遠距的就是 這個呢 我就是等於說 雖然是遠距 但是我們那時候是用room 搭配就是虛擬聖盆 那他們就在 資社會的教室直接上課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遠距 那比較特別是 那一堂課 是叫互聯網 webduno這種要動手做的 所以我就會再搭配 這個東西 老師這個在之前 防疫的時候 這個也是熱銷商品 這叫食物投影機 對不對 所以羅斯老師可能是一些 手做的課程啊 那你就需要 比較方便的就是 有一台類似像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傳統的食物投影機 比較麻煩嘛 很大一台 你要推動比較不方便 那這個大概就三千多塊 就可以解決 等於 比較方便一點 那再來就是 其他的那些都還好 就是 也有蠻多 就是 相關的應用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家 這個 再一下 怎麼出門去 來 這樣你知道我 等一下怎麼服裝 我們家 再一下 再一下 沒事的時候 再加 再贏 啊有事的時候 就出來上課 這個是在中正大學 所以我們這樣待會 架好之後 這個就是即時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你知道 等一下變身 女同學OK 男同學就不怎麼OK 你知道為什麼了吧 因為他穿藍色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 這樣簡單 所以說 等一下呢 我就會把我那個組裝起來 因為其實 就是 我喜歡用再一下 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 如果 我今天 像這樣 拿這個布 拿這個布 拿出來 老師請問 要不要有兩個人在後面拉著 現在 少子的話 老師也要節省能力 我們用那個 就推著手就好了 就放著 就比較不用那麼麻煩 那當然呢 我們在 這個 過程裡面 為了增加大家的 這個 娛樂性 我還會準備 我還會準備這一種 這個有沒有 你看到 因為 有聽到這一聲不一樣 順便大家可以 學習一下 咦 怎麼是打法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真正拍片的時候 要有這個 他必須要知道說 我是錄哪一幕 什麼時間 因為我們拍影片 拍電影 拍電視劇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是照著順序 第一集拍完 拍第二集 沒有內 那一集 本土劇就這樣 我們 劇本寫好了 他可能就要 看 那個明星 什麼時間有空 一起就拍完了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 簡介的人要看這個 他才知道說 這是第幾幕 那他要怎麼剪 所以這個 小玩具 當然現在 他們真正要是用電子化的 就是我們這個是簡單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 那另外呢 像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是 遠距直播的 遠距直播的 其實也蠻有意思的 這樣 老師有沒有 對我們OBS 稍微有點印象了 那OBS本身 他 目前 主要就是說 他可以做直播 也可以做錄影 那他的藍綠幕 去備 是即時的 這是他最大的特點 那你說他有沒有缺點 有 他沒有剪接功能 沒有剪接功能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 再去找一個 剪接的軟體 來協助他 那所以我們 這兩天的課程 我們會介紹各位 有另外一個 免費的 他不像威力導演 不像我們的 這個 會政會 你這樣 好像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去做學習 因為我們那套軟體 叫 它呢 就跟 PowerPoint一樣 PowerPoint加時間軸 老師可以接受嗎 聽到這樣子 你應該就心 就安定一半以上了吧 因為不用學習 就會超過一半 只剩時間軸 學一下就好了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 OPS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希望說 老師把 設備 我們盡量不要用得太複雜 讓老師比較方便 能夠上手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 一個宗旨 因為今天 如果老師真的要當YouTuber的 你網路上可以再買很多設備 但是呢 我們不是要以這個為職業 我們是希望說 老師的教學 可以更方便的去銜接上去 而且 利用這個錄影的機會 老師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就是說以前我們在講 資訊融入 大家 最後都只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 用簡報上課 對不對 很多時候就是 你只是教材 我們講的數位化 不管連Word PowerPoint 意思一樣 但是呢 你怎麼樣把這些工具 這些數碼工具 今天 我們是 比較屬於所謂的 後疫情時代的 剛開始 今年年初的時候 大家的驚訝數是 百分之兩百 糟糕 不知道要怎樣 所以隨便抓一個就用了 所以那時候論啊 或者是一些 就很多問題吧 但是 如果老師有真正用過遠距商課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個 你把 教學現場的 直接搬到那邊去 糟糕 水土不服了很多 所以整個學習的 什麼 成效非常差 就是有就好了 只能說應付了事啊 因為 你以前也沒遇過這樣子嘛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但是 因為經過了這樣一整年的 這個 驚訝度之後 現在大家已經慢慢的回省了 開始要正視說 我怎麼樣把我的教學 去做一些調整 可以更適合 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不然的話有時候很麻煩 甚至有時候 我們未來還有可能 大家會遇到什麼 一部分 在教室現場上課 一部分在遠距 也可能被隔離中啊 或者是說 那個有其他狀況 沒有辦法來現場 像我們在學校就有遇到陸生啊 陸生整班不能來 這是正常嘛 但是他有一些隨班修的 他還是可以來 可是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隔離14天 那他沒辦法 那14天兩個禮拜 就沒辦法上課 那你可以用錄影的 或者是直播的方式 欸 上課現場 我就開了直播 他也可以同時參與 這樣的話 是不是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 有些時候變成 我們就照顧不到他 如果要老師回去再錄影 你搞什麼不爛 這才是重點啊 因為老師 現在大家都很忙啊 你說我要完整的再講一次 那樣的情境 其實真的很難重複出來 所以這個是 我們用OBS 比較 跟大家分享的 當然你用OBS錄是一種方式 那我們這兩天 有足夠的時間 我們就是還會再分享 其他錄影方法 就是你可以覺得說 看看哪一個方式 比較適合你用 找到老師 最容易上手的工具 那你就可以發展出自己的 什麼 自己的一個教學策略 這樣子 OK